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与哈里斯在辩论中的激烈对抗 在这场首次交手中哈里斯如同一匹黑马 勇敢面对特朗普 并用锋利的言辞刺破了他的防线 虽然双方在辩论一开始显得僵硬 但随住话题的深入气氛变得紧张而火爆 尤其是当哈里斯提到特朗普的集会人群规模时 瞬间引发了辩论的高潮 在这场辩论中 哈里斯不仅强调了他作为中产阶级的背景 还提出了他的机会经济计划 反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而特朗普则不该示弱 承诺重返白宫后会把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并大幅减税 此外堕胎问题成为了焦点 哈里斯警告女性们 特朗普可能会签署全国堕胎禁令 这一点也让辩论更加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 辩论中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 特朗普提到的关于吃狗的阴谋论 让哈里斯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一幕令在场观众啼笑皆非 最终辩论在冷淡的气氛中结束 双方并未握手留下了悬念 而就在辩论结束后 流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哈里斯 这一举动无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让人们对明星效应在选举中的影响产生了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引起广泛关注的是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与共和党挑战者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的辩论 这场辩论不仅是哈里斯作为民主党提名候选人的首次展示 更是特朗普之间的初次交锋 尽管哈里斯和特朗普从未见过面 但两人一登上辩论舞台便展开了激烈的对话 在场的观众们注意到 尽管自2016年以来 候选人们在辩论中并未握手 这次哈里斯却主动伸出手介绍自己 卡玛拉 哈里斯 特朗普也握住了他的手 辩论由此拉开序幕 最初的几分钟里双方显得十分严肃 但当哈里斯暗示人们会提前离开特朗普的竞选机会 场上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热烈 这场辩论不仅在内容上展开了深刻讨论 同时也在风格和表现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阿里斯在特朗普发言时表现出的不满情绪 通过分屏画面得以清晰展现 她有时会将手放在下巴上凝视着特朗普 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 特别是在特朗普解释 她认为俄害俄州的人们正在吃猫和狗时 与此同时 特朗普始终直视前方 细呼不动 完全忽视了对手的存在 在这场辩论中 特朗普利用哈里斯在之前辩论中的清点台词进行反击 当哈里斯在她发言时插话时 她冷静地说道 我在说话 请你稍等一下 这句话显然是对哈里斯在2020年辩论中 对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回忌的致敬 哈里斯在辩论中成功地打破了特朗普的防线 特别是在她指出特朗普在谈论移民犯罪律时 自己却是曾因国家安全罪被起诉的人时 这一论点引起了特朗普的强烈反应 此外 哈里斯提到特朗普集会上的人群规模 这也显然触动了特朗普的神经 总体而言 这场辩论是一次激烈的交锋 探讨了一系列关键的选举议题 这些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摇摆选民 与上次辩论时相比 特朗普的表现并无太大表 但这次她面对的是一位实力强劲的对手 而不是一位81岁的老者 在开场白中 哈里斯表示自己是一名中产阶级的孩子 并宣称 他是唯一一个有计划提升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 他强调了对美国人民的报复和梦想的信念 并提出了所谓的机会经济计划 哈里斯还试图将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特朗普 在2020年之前的决策 声称唐纳德 特朗普给我们留下了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失业率 对此 特朗普则表示 如果他重返白宫将把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并承诺大幅减税 创造一个伟大的经济 电论中 堕胎问题成为了重要的讨论点 哈里斯明确表示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将签署全国堕胎禁令 而特朗普则反驳称 他不支持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并表示将此问题推回给各州 电论的意外转折 出现在移民问题的讨论中 当特朗普谈到一个关于吃狗的阴谋论时 哈里斯忍不住笑了出来 并摇头表示不解 当地官员也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家庭纯宠物被当作食物 在外政政策的讨论中 特朗普显得非常生气和沮丧 对哈里斯的指控进行了激烈反驳 并坚称自己在国际领导人中拥有尊重 变论结束时候选人们并未握手 气氛显得冷淡 变论结束后不久 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哈里斯 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呼吁大家研究候选人的立场 并表示将会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投票 选举中投票支持哈里斯和第五沃兹 此举让人们不经思考流行明星的支持 是否会影响选民的决定 答案将在11月5日揭响 这场辩论不仅在政治内容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同时也在风格和表现上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交锋展现了双方在政策和个人风格上的明显差异 这些差异也正是选民在做出决定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辩论无疑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和期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辩论真是有趣极了 哈里斯那句卡玛拉·哈里斯自我介绍 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而且你知道吗 他那种自信真让人佩服 毕竟第一次面对特朗普这种大炮 也能保持镇定 再说 特朗普那句我在说话 请你稍等一下 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这位总统真是有自己的幽默感 楚天书 你可真是个乐观派 哈里斯那句自我介绍听起来确实很自信 可你没发现他后来在辩论中显得有些僵硬吗 而且特朗普那句我在说话 请你稍等一下根本不是幽默 是在卖弄老梗 这废话也就只能骗骗他自己的粉丝 你要知道 这场辩论可是关乎国家命运 不是搞笑节目啊 谢琪琪 你可真是严肃 但你得承认 哈里斯在这次辩论中确实成功地让特朗普有些慌乱 尤其是提到他那些荒诞的阴谋论时 还有 你知道吗 特朗普说俄亥俄人在吃猫和狗 这可是让现场观众都笑喷了 哈里斯的眼神就像是在说你认真的吗 这可是辩论中的经典时刻啊 而且 别忘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支持 他的影响力可不容小觑 哎呀 楚天书你也是有点天真 泰勒斯威夫特的支持确实引人注目 但别忘了 选民最后还是要看政策和行动 而不是明星的支持 而且 特朗普那些阴谋论确实荒诞 但这并不是哈里斯的胜利 更多是特朗普自己在挖坑 哈里斯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 并没有给出太多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只是一味指责 这可不算什么大胜 哈哈 谢奇奇 我们可不能否认哈里斯在这方面 确实拉近了不少选民的距离 你看他提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策 这可是真正触动人心的地方 至于特朗普 他的减税承诺听起来不错 但我们都知道 他的减税政策最后只会让富人更富 普通人并没有太多实惠 哈里斯这次确实戳到了特朗普的痛点 让他在辩论中频频失态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确实有道理 但别忘了 辩论不仅仅是演讲比赛 更是对政策的考量 哈里斯提到的那些政策听起来很美好 但他能否真正实施还是个大问号 至于特朗普 他的经济政策可能有争议 但至少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而哈里斯在辩论中更多是情绪化的表现 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来说服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还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零 网友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